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亚书 本山大叔给了我们一个话题 对 那我们要讲的话题呢 还是先讲我的小品创作 先讲我们的话题吧 我就跟你说 这个本山大叔啊 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这个亚书 你觉得很有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也觉得可以谈谈 很有意思 谁最爱说呢 偏偏你看是本山大叔 郭德纲他们这几年 经常的谈这个问题 但是你知道他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恰恰是他们老谈这个问题呢 首先是因为他们最多受到攻击 对吧 在他们看来那都是别人 先说我 就是说我俗嘛 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 最近这个郁金剑委员 就是开始他起头 就是说春晚 这个草根文化太多了 就是觉得这个伤害国家文化实力 等等 然后呢 赵本山委员 这个集席发言 我觉得呢 有些话我听的比较熟悉啊 挺有意思 这本山大叔讲 就是说啊 这个面对大众 咱们都不要清高 是吧 这个俗跟亚是不分家的 没有俗就没有亚 对吧 他说这个我觉得太高了就不太亚了 高处不胜寒嘛 而且这个本山大叔说 艺术是百家齐放的啊 不是百家争鸣的 然后一个东西有收视率 不一定是好东西 但是没有收视率 就一定不是好东西啊 说你拍了一个东西 没人看 是吧 你别着急 就是人家的东西票房好 是吧 有本事 你也弄一个更好的 如果你不满意 他说的也是很朴实的啊 然后就是说啊 这个讲完之后 赵本山发言 当然大家欢笑一堂 他赶快跑到宋丹丹身边 说我是不是又得罪人了 我是不是说的话 宋丹丹说你讲的很好 但是有一点偏颇 我呀 倒真是想接着宋丹丹 这个说下去 我也觉得啊 他是有一点偏颇 这个偏颇在哪啊 就是这些年啊 他们讲这个亚和俗啊 就是老爱说这个大俗就是大亚 或者亚俗是这个不分家等等 我觉得这个说话啊 当然是有因为别人刺激他了 但是实际上这么说呀 它是一种诡辩术 因为呢本质上说 对这俩词指什么 如果咱们都没谈清楚的话 你说什么也可以 就说这个顺口 说的高兴都可以 但是实际上啊 亚和俗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可以分家的 或者说 怎么说呢 这个有收视率的不一定是好东西 没有收视率的就一定不是好东西 这我不同意 对吧 徐老师讲的课没有什么收视率 这倒也不是我讲的课 这个事实上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他要是在大众的传媒里面 可能真的就没有收视率 没有 但你这个毛公顶 你做一个专题节目 你说他的收视率 放在春节期间播 对 他的收视率一定不会高 但是我们谁都不会质疑 毛公顶是好东西 就是这些例子 世界上的确是有取高和寡 这么一回事 我一点都不反对 这个赵本山讲的话 也特别喜欢他的艺术 我觉得他这个特别好 但是上升到理论来 是有很多问题 他那个里面可能 他是也是一些情绪的语言 对 情绪情绪 可是他有一点 我觉得倒是可以香港 作为一个例子 他说没有哑 没有俗就没有哑 是吗 他这样说 我们用香港的例子 电影圈 王增跟王家 王金 不是王增 王金 跟王家卫 OK 我觉得说像 假如我经常说一句话 没有王金 这没有王家卫 怎么说呢 因为王金的贡献 还有他们同类的 所谓俗的电影 在于说 培养了那个电影市场 对不对 你要让电影市场 观众愿意进电影院 很俗嘛 大家容易看嘛 不用头脑的嘛 坐在那边讲屁 讲料 讲死 什么 很好看 很好玩 奢情了什么 然后培养了电影市场 有老板愿意投资 把钱砸下来丢下来 那后来那个钱 才慢慢流到王家卫那边 他才能用三年五年七年 去拍那个戏 所以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来看 俗跟亚根本是不能分家的 换言之 一定要这样有一个均衡的状态才能 我们看台湾就知道 以前有一阵子 超过十年 台湾的电影产业完全没有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台湾拍电影的年轻人 都想当侯孝贤 蔡明亮 杨德昌 杨德昌第二 杨德昌第三 杨德昌第五 拍的戏越小众越好 每日有人愿意当那个什么 朱颜平啊 所以整个电影产业垮下来了 现在这几年不一样 大家愿意拍那些雅熟共享 老幼嫌疑的电影 那整个电影 台湾电影产业就起来了 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看 所以你看 你这么来分析呢 这本身也隐含了一种 你对雅俗的这个定义 对 就说到底是什么是雅 什么是俗 我觉得他们讨论了很多 比方说都可以啊 比如说你说 芭蕾舞歌剧算雅 脱衣舞算俗 你看你这算一种定义 那么还有一种定义呢 比如说像这个 有些人其实说的就有点像 郑板桥有一句话啊 叫不论雅俗 只论高低 你看他就雅俗和高低 对他来说不同 但是有些人呢 实际上是把高低当成雅俗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可以说大俗就是大雅 比如有很多 比如说相声 小品 那表演 易能通神 甚至一个木匠 咱也说他这个木匠 这个艺术 他这个易能通神 那么他到了这个技艺如此之高 已经可以进入这个雅 那么实际上你是认为雅是水平高 或者是精神境界 或者说易能通神 不是不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种类可以分属雅 但是每一个高低 大家都会 大家都有高低 属也有最高境界 雅也有最高境界 是这样的一个 这又是一个定义 所以你看我首先觉得 就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有些人说这个赵本山 郭德纲啊 什么俗 首先是这些人没进 因为呢 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地方待着 从土地里出来的 古代就是这样 说书上 下省 从茶馆里 就是从这个民间出来的 对于你来说 比如说你是个电视台台长 你要觉得不合适 你就别请他们来 对吗 你是个开酒吧的 比如说 如果你是个小资情调的酒吧 那么你觉得他不合适 到这里演二人转 你可以不请他们 对吧 你说他什么俗不俗 这个事就没劲 根本 而且呢 特别是我就觉得 但是包括很多从事俗文化表演的人 我觉得他们内心深处 也有一种心理 这种心理是不是有点说 虽然嘴里这么说 但是也希望别人说自个儿 或者也追求 所以为什么叫雅俗共赏呢 所以我有一个口号 就是说 如果你是真俗 俗很牛逼 了不起 对吧 赵本山 这个异能通神 对吗 就是说 俗啊 不必攀雅 雅呢 你也没必要去昧俗 这你就井水 不犯河水 就你不把这两个词 作为一种价值判断 对啊 可是我很难啊 那字本身 雅跟俗 就是价值判断 当然你又俗 所谓上 你说俗文化 所以当初不是说很差的意思嘛 俗嘛 世俗嘛 世俗嘛 Folk law Folk culture 就是世俗 针对整个民间社会的 像文涛刚说到你说 从事那个俗文化的人 其实有时候会想攀雅 也想告诉别人说我是雅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 可是至少你不要说我很差 不要以为我俗文化里面的东西 没有东西 你干不了 对其实我想告诉你 俗文化里面 我们有我们的行当里面 有技巧 有挑战 有突破 有我们的意义 你不要把我们说成垃圾 不能登大雅之堂 所以呢 不一定是攀雅 如果您真是管着大雅之堂的 你可以决定别让我们来啊 对吧 那你要让我们来了 你就没必要再说我们这个 所以这个文字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雅俗啊 从哪来的 我就想啊 这个有句话叫做 这个话虚通俗方传远 与必观风始动人 就是你看把这个俗 风俗和风 这个风啊指的是哪啊 就是诗经里说的这个风雅颂 诗经这三部分 国风雅你看从诗经里那出来的 雅字是什么意思呢 雅字啊 是这个通在古代字里 通这个下 所谓你看诗经啊 分成国风 分成雅 风雅有什么区别呢 雅啊本来说的是地区 你看它本来是个地理概念 指的是周王朝的直辖地区 统治文化中心 统治中心 所谓的叫正生雅跃 庙堂的 是吧 庙堂之高是这部分的 风呢 在当时被认为是民间的地区的周边的民谣啊 可以说是江湖之远 所以我家很有趣啊 我随便拿出来 诗经里边风的第一段和雅的第一段 哎 我觉得真有意思 风的第一段呢 你勉强能懂 小雅的第一段呢 你懂一半 大雅的第一段呢 你完全不认识 所以你看 它也很有意思 你可以看看这个字幕啊 咱们可以学学学习 你看这个 这是风的首句 关关聚就在河之州 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这是这个关关对唱的鸟啊 在那黄河中的什么小舟 这是咱在网上找的白话文翻译啊 美丽善良的好姑娘 是小伙子心中的好配偶 你看 他 简单来说 炮丢就对 对 至少你能懂 对吧 这是风 但是 这就所谓风俗这个部分 可是你再看到了小雅 小雅的头 头一个 我看咱们直觉只能懂头一句 终招采路 不应一拘 鱼发曲曲 薄言归木 就整天在外采什么草啊 还是采不满这一抱 两手这一抱 头发卷曲弯曲成卷毛 我要回家洗洗好 回家洗洗 把它洗好了 小雅 你在看大雅 字你都不认识 什么 赌公流 匪居匪康 奶厂 奶浆 奶鸡 奶仓 这是什么意思呢 忠厚老实的公流啊 不敢享受安乐 被 辈儿心忙 修制甜母 把粮食堆进仓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分享一段心灵的旅程 真诚相遇 分享一本好书 一个感人的故事 让感动再现 每天三分钟 一起停下来 领悟人生的美丽 华智九行 新相随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活该快乐 东方标志 3008 尽兴登场 封公伟业 传后过 杯酒臣服 江山地 滴醉酒多 风骨酒亡 你看我就好有一笔 我的意思是说啊 按照这个解释啊 这个哑呀 这个下呀 相当于那个时候的 中央台的声音 对吧 正声 还不是 中央台是颂 就是那些 就风哑颂啊 颂是歌颂的 就是庙堂祭祀 最正式的 庙堂祭祀 所以这次这个 玉军剑提出这个问题 是最好笑的 因为他是唱颂歌的 颂歌的跑出来 批评这个 这个国风的那一派 文学史上呢 现在大家公认 风才是最高价值的 就风亚颂里边 文学价值最高 我们都说 各领风骚几百年嘛 指的就是国风 跟黎骚 这是中国文学的 最高峰 所以他 艺术价值远远高过于 雅跟宋 这个很奇怪 所以 这个雅俗啊 在文学史上 雅俗有很多 不同的定义法 一种定义法 就是以社会上层 跟社会底层来分 对 在古代也是这样分的 对贵族阶层 就贵族阶层的 叫雅 老百姓的 叫俗 但是经过 时间的转变 经过文学 人类文化的发展 很多这样的例子 当初是俗的 后来变成了大雅 那关关聚咎 在河之洲 今天这是雅 那个当初的你水浒啊 那个三国啊 包括红楼啊 那些当初都 没有八卦 八股文那么高 现在都是经典 那么这是一种分类法 另外一种分类法呢 现在的文化工业的分类法呢 就是指共创跟独创 雅的呢 就是说作家是为自己写作的 你写作的时候想到了别人 你是考虑别人 以唤醒别人为目的 或者是以卖的多少为目的呢 这个就是比较熟的 就是叫文化工业就共创的 如果从这个 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 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呢 郁金剑跟赵本山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是共创的 他们在考虑创作的时候 分分钟想着 别人是怎么反应的 对 要让别人高兴 要让别人高兴 那另外一些艺术 所谓纯艺术 他是不考虑别人的 要让自己高兴 让自己高兴的 就是就是 鱼脊跟鱼人 这个刘以昌这个说法 说得最好了 一部分作品是鱼脊的 一部分作品是鱼人的 就是欢愉的鱼啊 就是我娱乐的鱼啊 那这个后面是数的 那么还有第三种分类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是用一个最通俗的比方 说我们在小时候啊 小孩的时候啊 喜欢听故事 但是仔细你想 你小时候听的故事啊 基本上是两类 一类故事呢 就是它是重复的 你就已经听过了 你妈妈是这样说的 可是每一个人都会希望 你妈妈或者你爸爸 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甚至讲到一个什么地方 你爸爸家的漏掉了一段 小孩都能够补充 所以这个马不是先去了 一个什么地方吗 哦 在一些千军里面 就是喜欢听重复的故事 但是有时候 小孩又喜欢听不同的故事 而一旦他听到一个新的 不同的故事 他会很困惑 他会提出很多疑问 会毁三观 他会对他造就 那么文艺理论家就提出了 这种重复的故事 就是俗文学俗文艺 它巩固我们的价值观 就像007 就像相声 它每一次都让我们 肯定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 但是凡是挑战你习惯的东西 这个就是纯文学 这个是雅 所以它一定不会有太多的观众 它会使你不安 所以你看 你这个雅俗 也经历了一个变化 你不知不觉的 把这个艺术 和比如说是大众表演 大众娱乐 手艺之间的分别 当成了雅和俗的分别 那当然可以 还有其他标准上 还有一个是把招点放在受众 就是消费者 或者说听众也好 观众也好 用英文有一个说法 不是分雅俗 是说acquired 你要获得 你要有个门槛 OK 某一种艺术表演 或说文化表演 你可以不用门槛的 坐在那边 听得懂得 完全听得懂 享受得到 该笑的时候笑 该哭的时候哭 那个一般呢 就说 它不用俗的 就是大众文化 pop culture 可是像芭蕾舞 什么艺术某些的 书法等等 你要acquired 就是你要花力气 去获得那个知识 对 跨过那个门槛 你比如说有一次 有一个老师给我们讲 这个艺术史 有一个学生呢 他是做这个广告工作的 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 照这么说 我觉得啊 好比说我们做广告的 这个也有广告艺术 你主持节目 主持的水平高了呀 你也有这个主持艺术 是吧 你就是什么都有什么的 公关做的好了 公关艺术 领导艺术 对 可是这个里面 你看他又有一个分别 有一个广义的和狭义的 比如说我们说狭义的艺术啊 那就是绘画 音乐 雕塑等等 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吧 但你要说广义的艺术呢 那确实扫地的 都可以扫出艺术来 对 所以这你看又是一个分类 所以你分类不明啊 吵架都是瞎说 八道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行神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 厚重 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深层见解 第一时间强化资讯鉴赏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 将无尽共酒 嘉辉也是小品文 创作三十年 没有 因为我主要想补充一个例子 刚子东说的 不同的时代 以前是熟的 后来亚的 我说 就算不管时间 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社会 也有不同的认定标准 这我写小品文 在报纸 专栏 一千字 一千字 好多次了 都是 我写了文章 几篇 讲周星辞 讲什么 穆星 在香港发表 发表后之后 没有任何的回应 当然不会有文学家 作家 大学教授 来管我那些文章 可是同样的文章 我发表在台湾的报纸之后 好几次 包括今年 是台湾最好的文学的出版社 他每一年都编年度选集 年度评论 年度诗 年度小说 年度散文 又一次 把我的文章选进去 还放在第一篇 后面都是白鲜勇 郑丑语 等等老师 不好意思 老师们 被我压着 白鲜勇被我压在下面 那我觉得说 他们当然是肯定 我说台湾 肯定我的小品文 是文学 散文文学 可是你看这样的对比 这很清楚 为什么台湾社会的人 有这种眼光 有这种勇气 来认定 OK 马家辉这个小品文是文学 对 香港赵本山成了大雅 对 那我觉得我就非常感谢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 还可以有一种定义 少数人的趣味爱好 是雅 多数人的是俗 你要按照这种定义呢 什么大俗就是大 雅俗根本就没关系 什么部分家 他根本就没关系 从来就没关系 所以看你什么定义 当然还有一种 我给你看 说书算俗文化 俗文化 你看明代的文人张代 描写这个著名的柳麻子 我给你们看一段 你看 他说南京柳麻子 你看这个描写 满面芭蕾 悠悠乎乎 涂目行狠 善说书 其描写刻画 微入毫发 然又找结干净 并不唠叨 伯爵声如巨钟 说至金结处 叱咤叫喊 汹汹崩污 武松道殿孤酒 殿内无人 他这一吼啊 殿中的空缸空 空瓮啊 接什么 这字咱不认识 雍雍有 有瓮有声 急徐轻重 吞吐易扬 入情入礼 入金入骨 说的就是你 我要说呀 很像 这个审美 我觉得很雅 实际上就是说 它是个俗文化的评书 可是你看 它达到这么一个程度 而且当它被这样一个文人去 关照的时候 它好像 又登上了大雅之堂似的 你又这么有 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 大俗大雅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入了大雅之堂了 是吧 是啊 对 对 逻辑的 入院 入院 入院